唐浩的九环奇诈真的被删减了吗 这个还真不敢确定 因为动画现在改编的东西太多了 在斗罗最后一集的预告里 能看到唐浩跪倒在地 马红骏躺在地上 空中有着罗刹神的身影 这些在原著里基本是不会出现的 原著里唐三云落后 六怪与唐浩等人不可能再与罗刹神比比东开战了 因为唐三云落后不久就复活了 复活过来的唐三一就是海神 唐三心知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对抗两位神的 唐三骗过了所有人 说他有办法对付两位神 其实就是去赴死 用自己的性命看看能不能拼掉两位神 但唐浩看出了唐三是在说谎 唐浩说什么也不让唐三去送死 无奈之下唐三只能把唐浩打晕了 因为唐三不想让父亲唐浩跟着他一起去送死 但动画这段绝对改编 因为在最后一集的预告里 还能看到唐浩与罗刹神交战的画面 小五也被比比东打伤了 下一集里的唐浩与罗刹神的交锋 就很可能会使出九关奇诈 而这时的唐三还没成功复活 这里很大概率是动画改编了 在唐三成功复活前 也许还有一段六怪唐浩等人 与罗刹神交战的剧情 而原著里的唐三复活后 还是海神的剧情也很大可能删了 动画里唐三复活后 应该是直接成了修罗神 很大可能是 六怪与唐浩即将被比比东终结生命时 修罗唐三从天而降 力往从来